来 好好说说闺蜜的缺点 那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三选一三秒钟回答 干拌面 炸酱面 还有凉拌面 你选哪个 炸酱面 哇 三男嘉宾 你真的好有主见 我们家瑶瑶说一个 小纠结的人 我在小事上面也会纠结 比如说我点外卖的时候 哎呀 吃哪个 吃哪个 但是 我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不会纠结 其实我们瑶瑶就是为你而来的 霍儿姐说得太棒了 虽然她不太喜欢做结定 但是如果她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她会很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那么有主见 又那么果断 又那么有男子气侣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家瑶瑶 最重要的一点我也要爆料 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一个人 然后拎着小包去菜市场 然后买好的好道菜 给自己做一个非常丰盛的小餐 看见美食以后就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心就好了 因为能吃的女孩心比较大 关键我自己本身也特别爱做饭 完美啊 那你们可以一起做 对啊 可以一起啊 两个人一起去买菜一起做饭 对 抓住男生的胃 来 张晶 张晶的缺点她就是一个超级路痴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一定会说这个点 对 不认道 永远都没有方向感 她如果坐对了一次地铁 还都能开心半年 所以对于张晶来说 每天出门都是一次探险 是的 张上刚老师这句话说得对了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 完了 完了 完了我的形象 就她这个记性啊 张晶呢每年会看一百本书 跟看一百部电影 过几个月 她可能就会把她看过的 电影跟书都忘了 所以她看一百本书 和一百部电影 就是为了攒量 所以呢 男嘉宾 如果你跟张晶交往 你发现啊 每隔几个月 她就 她就 好像系统更新了一样 她就换了一个人了 我不会忘记男朋友的 我不会忘记男朋友的 你就好像 我交往了 好像好多个女朋友啊 随之给你新鲜感 对 你们交往了三个月之后 再遇到 她会说 你是谁 是我呀 你是谁 大臣子呀 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与你相见啊 为你而来啊 好的 谢谢这个男嘉宾 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请你回到与你相见去吧